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那我非常推荐 就是先从agency开始 因为它等于是 你老板教你去哪个产业 你去做什么产业 我当初是被派到汽车产业 我不开车 可是我就必须要去学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那也蛮好玩的 因为有点像是 你每一个case 都是认识一个新产业 然后新的客户 所以就会有一种 很多元多变的一个状态 那也因为是agency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你 毕竟你就是外人 你给再多的建议 或是你给再多的想法 他们最后还是业主要不要用 对吧 所以当我开始移到in-house 品牌端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原来在品牌端工作 可以参与到整个process 你可以从前期的 就是前期的规划 到后面的执行 到最后的分析 你都可以参与到整个过程 然后并且你知道说 你哪些计划的东西是 有被落地的 哪些是被淘汰的 所以我会觉得 在in-house里面 是就是可以参与的事情 比较深入 但是就像刚刚前面 几位说的 就是我们在品牌端 你就只是focus在 你这间公司 像我现在在串流 我就算对美妆产业再有兴趣 我也不能去帮美妆产业 做行销 我只能专心的做串流 所以这就是利于弊 如果你今天内心 已经有一个超级喜欢的产业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从in-house开始 那其实我听 我有听过很多 就是学弟妹会问我说 是不是要先去agency 才可以去in-house 其实是不是的 因为当时我会进到in-house 其实是因缘巧合 就是在2020年毕业的时候 agency是完全不招人的 他们就是hiring free 然后他们的广告预算被砍了 所以他们也没有 就是多余的预算去招人 所以当初我就是直接 投in-house的工作 那我也就这样进去了 那我会觉得 你可以就是两边都试试看 试过了才知道 你自己最喜欢什么 所以如果现在就是 线上的听众们 你们如果有人是 还在学校的话 我会推荐你们 就是在in-house做看看 在agency也做看看实习 最后你就是要毕业后 你才更知道自己 想往哪个方向走 但我也想要讲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agency毕竟是 听业主的话嘛 所以今天业主如果 看广告预算的话 或是看人 就是反正就是看广告预算的话 你的生存可能就会 遭受一点危机 以及你的薪水 可能也会背上你的广告预算 或是你业主的预算 而受影响 所以总结来说 我觉得做in-house的行销 薪水普遍来说会比较高 我会说会比较高 我会比较高 我会比较高 我会比较高